201 陽城晚報 全國版 網民為廣東創新點讚 2015年7月27日綜合A3G月創月新大型網絡採風活動 網上興熱潮網民為廣東創新點讚 廣東創新區動發展網絡採風陽城晚報 順記者 陸志林報導 110名記者 五天五夜 五個城市 14家企業 二十四日 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指導 廣東省委宣傳部 省科技廳 省網信辦聯合主辦的月創月新 廣東創新區動發展主題大型網絡採風活動圓滿收官 大規模 強陣容 多層次的採訪活動 使得月創月新話題在網上掀起了熱潮 廣大網民紛紛為廣東創新區動發展加油點讚 有專家認為 越創越新活動 狠好地營造了廣東實施創新區動戰略的正面形象 為廣東集序創新資源 轉變發展方式 推廣創新成果 提振了發展信心 從要數驅動到創新區動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地 廣東經濟發展狀況令全球觸目 然而 在全國底撲平 萬眾創新的浪潮下 廣東作為製造業大省 如今也正取月轉方式條結舊的關鍵時期 剛剛結束的上半年全省經濟形勢分析會 就提出要加快推動發展方式從根除式發展向自主創新發展轉變 發展動力從要數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 這樣的大背景下 7月20日至24日 越創越新採風團連續走訪了廣州、佛山、珠海、東莞、深圳等五個城市 在遠大城市市長、副市長交流時 採風團聽得最多的是一個個振奮人心的數字 廣州財政科技支出目標至2017年達到100億元 深圳以5000萬元財政資金叫動近20億元銀行資金投向科技中小企業 珠海力增到2017年投入100億元用於創新驅動 引進十名諾貝爾獎得主 但獎陀者們也清醒地認識到國字的短板 如廣州市長殘堅話指出 廣州目前存在的短板在於如何將科技成果轉化 珠海也在反思創新力為何不及深圳 政家大人財引進力道 活動主辦方表示 正是希望通過越創越新活動 及時將廣東省和各地市創新的理念和成果 發展的模式和趨勢 主動向市場講清楚 向資本講清楚 向社會講清楚 向老百姓講清楚 讓老百姓享受創新紅利活動同時也在網上掀起 在越創越新討論疫潮 廣大網民紛紛為廣東創新驅動發展加油點讚 據不完全統計 截至7月25日 各網站共開設專題專欄71個 共登在相關報導及評論文章2300篇 次 共發佈 轉發 微博1.6萬條 微信1388條 越創越新號話題 微博閱讀量近3千萬 一週內兩次在PC和手機端 登上全國熱門話題榜和粉絲頭條 新聞 微博 微信 論壇等各平臺內計閱讀覆蓋達6億人次 在Facebook、Twitter等境外社交網絡服務網站閱讀量近300萬 而傳媒體全方位的傳播 展示了廣東創新驅動的新進展 也讓老百姓了解到姐姐創新來自己並不遙遠 如深圳微深生物有限公司在此 細胞林巴紐約物方面開創中國創製先河 治療費是國外同類費用十分之一 優如由兩個留美博士組成買譜再生醫學科技有限公司 研發了世界第一個生物3D打人硬腦 並實現產業化 已在全球二十多個國家應用一萬多例 價格同樣是老百姓所能負擔的 央廣網副總編輯五綱表示 在經濟發展身上看下 廣東作為中國改革的前沿陣地 在創新驅動、轉型升級的過程中 需要向創新要紅利、向創新要動力、向創新要未來 同時,更重要的,還要讓老百姓切切實實地享受這些創新紅利 4. 陸之林